这天,新任总经理来了的消息一传开,整个办公区都在热烈的八卦,难得咱们来个年轻的经理,看照片长得可真帅啊,哎,隔壁桌的小正凑过来,看着我电脑内网上苏凯的介绍照片,你说这新总经理,还不到三十,成家了没有?成了,又离了,啊,我关闭页面,但声道,不过他有女朋友,可能快结婚了, 没准也已经再婚了,小正目瞪口呆,你怎么知道的?我摇摇头,笑了笑,猜的,看面相,其实不是,我说的都是真的,因为苏凯的前妻,就是我,我和苏凯,大约可以算作家履忠诚愿偶的典型代表,我们是师范大学的校友,他高我一级,算是我的学长,有些人,走到哪里都会是人群中的焦点, 让人犹不得注视他,正如苏凯,算起来,是我先暗恋的他,但喜欢苏凯的姑娘实在太多,我那时没什么自信,只在心中将他当作爱豆供着,并不敢表白,当然,也害怕被拒绝,更害怕被拒绝后,连朋友都做不成, 直到那年暑假,我们一起去山区支教,山区的住宿条件不太好,有一天晚上,我的住处漏了雨,带队老师将我带到一个空教室里,让我在那里等着屋顶修好再回去, 我去时,发现教室里已经有了一个人,是苏凯,他大概也是被老师带到这里暂时避雨的,而不知是太累还是什么原因,他居然就那样趴在小小的课桌上,睡着了, 我轻轻拉开他旁边的椅子,看着他的睡颜,只觉得心怦怦直跳,教室没开灯,外面雨声哗啦,我一时胆大,一个想法跃上心头,我慢慢地靠近了他的脸,鼻尖击近向处的瞬间,外面突然响了一声惊雷,我神志回归,被雷声劈醒,自嘲令致婚,刚想坐直,脑袋却被一只有力的手牢牢按住,苏凯慢慢睁开眼, 看着惊慌失措的我,悠悠开口,陆叔,你刚才,想做什么?我不想做,我什么都不想做,被当场抓包,我脸瞬间通红,挣扎着让他放开我,可他却不放,只是眉眼弯弯地看着我,突然间,就这么吻了上来,我吓呆了,甚至忘记了挣扎,这是个很轻很轻的吻,可是我想,他说,于是我和苏凯在一起, 他是个很好的男朋友,我们大学在一起三年,本来打算,毕业后要一起留在学校所在的城市生活,可他却意外收到了老家一个知名公司的橄榄枝,他本就不愿意做老师,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份工作,offer,思虑再三,他拉着我的手,问我能不能和他一起回老家, 苏凯的老家离我的老家很远,没有直通高铁,要坐二十多个小时火车才能到,我父母强烈反对,我和他一起回老家,我爸为此甚至和我生了好几次气, 我妈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劝我,姑娘,我们不想让你远嫁,是因为那边咱家一个人都没有,到时候,你受欺负了怎么办,谁来给你撑腰? 你连个去的地方都没有啊,但那时的我,太爱苏凯了,什么话都听不进去,我和我妈说,苏凯是不会让我受欺负的,可是到头来,欺负我最狠的,就是他,就像是被猪油蒙了心,即便我爸已经说出,如果你要嫁到那里去,以后就别再回这个家这种话,我依旧毅然决然,毕业后便追着苏凯,去了他的老家,火车到站后, 苏凯来接我,那是个下雪的晚上,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冲到苏凯的怀里,红着眼眶和他说我来了,他也红了眼眶,捧着我的脸,胡乱地吻,苏凯,那天晚上,我窝在他的怀里,爸妈都生气了,爸爸说我要走,就和我断绝关系,我只有你了,他紧紧地抱着我,他说,叔叔,我们结婚,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, 于是,我和苏凯结了婚,婚后,我在一所小学做英语老师,苏凯则在公司上班,开始的时候,确实是甜蜜幸福的,我们像所有新婚小夫妻一样,一起做饭,一起看电影,一起做家务,爸爸依然在生我的气,婚礼都没来,我虽然难过,但那时的我,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, 不知不觉忽略了很多事,我总想着,等我们放长假了,带着苏凯回去,和爸爸好好说说话,让他在爸爸面前好好保证,爸爸肯定就气消了,可是苏凯,却越来越忙了, 不光平时晚上要加班,甚至周末节假日,也要经常加班,我很心疼他,让他不要太拼,他却懒着我,说自己必须要努力,我要告诉爸爸,叔叔你的选择没有错,我会让你过上所有人都羡慕的生活。 苏凯的事业很快就进入了飞速上升期,不过两年,他就做到了部门经理,两年里,他喝了无数顿酒,每次醉了吐,都是我在一旁心疼地帮他清理。 在他容生总经理的升迁宴上,我第一次见到了萧静,他一头大波浪,化着精致的妆,拿着酒杯渺渺停停走到苏凯面前,歪着头对他说恭喜,也许是女人独有的第六感吧,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不舒服,那天回家后,我问苏凯那是谁,苏凯有些醉,揽着我亲了一口,说,萧静啊,我不门同事,再想追问,他却已经睡着了,可萧静却不是个普通的同事,他很快就入侵了我和苏凯的生活,半夜的信息,时不时的电话,衬衫上的香水味,这些,很快成了我和苏凯争吵的原因。 我没有办法忍受萧静过于明显的挑衅,而苏凯加班的时间,也越来越多。 直到有一天晚上,我等到十一点,他都没有回家。 我打车到了他公司门口,却刚好看到,台阶上,萧静挽着他的手,再给他整理衣领。 快回去吧,他微微笑,语气还带着淡淡的撒娇,要不然一会儿夺命连环靠又来了。 苏凯无奈苦笑,等他睡了,我再回去。 那一晚,我没有忍住。 我冲上前,推开苏凯,打了萧静一巴掌。 苏凯那晚说什么来着? 对,他说,陆叔,你这样,就像个泼妇。 那晚过后,我和苏凯的关系降到了冰点。 我们一直没有说话,直到半个月后,苏凯将离婚协议书推到了我面前。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冷漠的模样。 他和我说,他对萧静动真心了。 他知道出轨不对,但爱情来了,他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。 我正正地看着他。 爱情,我默默地重复着他的话,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 你和他是爱情,那和我呢? 他沉默了很久,只说了一句话。 我们离婚吧。 我没答应离婚,我不甘心。 后来,萧静到学校找我,说要和我聊聊。 没本事的女人,才靠婚姻拴住男人。 面对我,她一脸不屑,你这么做有意思吗? 她从手机里调出一段监控视频。 陆老师,你说,要是你的学生知道你那晚的泼妇模样,会怎么想? 如果学校知道了,会怎么想? 你赶紧离婚吧。 苏凯是我的男人,我们什么都做过了。 他现在心里只有我,你又何必自找不痛快? 你不离婚的理由是什么? 觉得他有钱有事业。 他一脸嘲讽地看着我,可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,能配得上他的人是我。 我看你们学校男老师也挺多的。 你找个二婚的男老师,过点平淡的日子,不也挺好吗? 苏凯的世界,你早就跟不上了。 那天,他说了很多话,还娜娜玩我打他的视频,威胁了我。 而我一直没有说话。 最后他急了,问我到底想要什么。 我只说了一句话。 你有本事,就让他和我离成婚。 之后,苏凯不再回家,我就一遍一遍打他电话。 他拉黑我,我就去公司门口堵他。 我就像疯了一样,心中只有一个念想。 他们不让我好过,那就谁都别好过。 我写了小作文,打成了一张一张A4纸,贴在他们公司楼下,发给进出公司的每一个人。 他不是要曝光我吗? 那我就先曝光他。 他以为我很怕失去。 可其实,我早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 从我为了苏凯和家中决裂的那一刻起,我就只有他了。 可他却不要我了。 肖静低估了我,为了维护这段婚姻的疯狂。 他骂我是个疯婆子。 他和苏凯的事,很快就传遍了公司,而公司为了维护形象,辞退了他。 这件事,也传到了苏凯父母的耳朵里。 老两口是很传统的人,知道此事后很生气。 他们将我和苏凯叫回家中,当着我的面。 公公打了苏凯,婆婆则说,如果苏凯敢离婚,他就上吊。 最终,苏凯妥协了。 他和肖静分手,回归了家庭。 这场三个人的战争,我终于赢了。 那天晚上,我和苏凯聊了一整晚。 我们一起回忆了过去,我给他一夜夜翻我们过去的照片,说到最后我哭了,苏凯也哭了。 他红着眼向我道了歉,将我重新用入怀中,说,叔叔对不起,我们重新来过吧。 我泪止不住地流,也反省了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冲动事。 那晚,我们相拥而眠,他很努力,我也很配合。 那之后,我们度过了两月左右的平静时光,他不再经常加班,我们还是会一起做饭,一起看电影,一起聊每天的趣事,一起回去看望他爸妈。 我们商量着,下个月他休假,就一起回去看我爸妈。 好像一切又回到了从前。 直到那天晚上,他去洗澡,手机放在桌上一直闪。 我没忍住,拿起来接了。 电话名字的备注是L,我才接起。 对方就挂了。 我有些好奇,却看到了接下来对方发来的一连串信息。 阿凯,你明天还能来吗? 我好想你。 我抱着你昨天睡过的枕头哭了好久,我好想你,真的好想你,我不想一个人睡,我好难受。 为什么我们明明相爱,却不能在一起? 我想了好久好久,你就算不给我名分也没关系。 但你一定不能不要我,我真的好爱你,我不能没有你。 你给我找的工作,我会乖乖去的。 我知道你因为父母不能和他离婚,我们慢慢来,我们一起挺过难关,好不好? 句句皆是真情,字字都是真爱。 苏凯洗澡出来时,我还呆呆地握着手机。 他一把夺过手机,匆忙地掠了一眼,开口道,叔叔,你和他还在联系。 我起身,不可置信地看着他,不止联系,你还帮他找工作? 还和他还睡了。 你冷静一下,我又怎么可能冷静地下来,愤怒冲破理智,我歇斯底里地叫喊,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? 苏凯,你怎么可以? 你说过我们要重新来过的。 苏凯认着我叫嚷发泄,他的神色变得愈发冷淡。 叔叔,我说了不会和你离婚。 萧静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这件事,我会慢慢处理好。 这些日子,我并不比你轻松。 他说,你别逼我了,行吗? 那晚,我本来有话要和他说。 我怀孕了。 萧静的电话和信息让这个喜悦化为了泡沫,更让我和苏凯的关系,再度降到了冰点。 一周后,学校一个孩子下楼梯时不慎跌落,头上磕的都是血。 我刚巧路过,想也没想便抱起那孩子冲到了校医院。 下午,小父就开始隐隐作痛,更是有血开始流下来。 给苏凯打电话始终没有接,我疼得激进晕厥,同事手忙脚乱将我送到了医院。 孩子保不住了。 医生说我本来就胎不稳,胚胎质量不好,这样留掉也好。 躺在冰冷的病床上,我又拨了苏凯的电话。 电话响了很久,都没有接通。 因为属于自然流产,医生给我开了些药,就让我回家了。 路上,我坐在出租车里,身体的不适令我整个人憋悶难受。 为了转移注意力,我打开手机,刷起了短视频。 最近,好像王宝串挖野菜的视频特别火。 大家拍着一个又一个搞笑的段子,评论区都在说恋爱脑有多可怕。 就连开出租车的大姐听到我手机里视频的声音,都插话道, 姑娘,你说这王宝串咋想的,这天下又不是没男人了。 你说爸妈跟着他倒霉也就罢了,他住的那山也挺倒霉,他吃了十八年野菜。 祸,这山都被他薅秃了,野菜更可怜,人家野菜自力更生,长大容易吗? 说爸,他哈哈大笑起来,我也笑了起来。 大姐更乐了,透过后视镜继续和我聊天,这恋爱脑啊,是真的可怕。 哎,姑娘你咋了? 我拿手胡乱地抹掉纸都止不住的泪水,扯着嘴角笑。 没,您说话太幽默,我笑得太厉害,眼泪都笑出来了。 哈哈,以背上有纸啊,您自己拿哈。 我抽了张纸,转过头,却刚好看到了汽车玻璃映出的自己。 普通又凌乱的马尾,憔悴的面容,怨读的神情,通红的眼,满脸的泪。 这还是我吗? 这还是那个省舞蹈大赛一等奖在台上发光发亮的陆书吗? 这还是那个永远积极,永远向阳而生的陆书吗? 这还是那个拿下教师技能一等奖被誉为明日之星的陆书吗? 我好像突然想通,我不想离婚的理由了。 我放不下的,执着的,早就不是苏凯了,而是我为他所付出放弃的一切。 正如王宝串,他又何尝不是因为放弃太多,所以不甘心,所以放不下。 所以十八年执着地想要个结果。 好在,我只有六年。 好在啊,只有六年。 回到小区时,我远远就看到了树下抱在一起的那两人。 萧静红着眼眶,苏凯则怜惜地俯着他的脸。 两人旁若无人,吻得难舍难分。 甚至我走近了,他们都没能发现。 萧静边吻边带着哭腔,他马上要下班回来了,我得走了,对不对? 苏凯默了下,没说话,只是狠狠地又吻上了他。 我默默地看着,明明身体很难受,内心却出奇地平静,再没有那碗扇巴掌的冲动。 甚至可笑地觉得,自己好像言情小说里,横在男女主之间的恶毒女配。 他们爱得那么难,都是因为我。 六年前的苏凯,会在我偷亲未果后,眨着亮晶晶的眼睛,按下我的头,苏着声音对我说。 可是我想,六年后的苏凯,心疼着他面前另一个委屈求全的女人,甚至分不出一丝眼神给流产的我。 这么久来,我一直舍不得,一直死守的东西,到底是什么呢? 是雨夜那个猝不及防的初吻。 是双向暗恋的甜蜜,是大雪纷飞,我放弃一切奔向他,是他对我说,叔叔,我会对你一辈子好。 而如今这些所有的画面,终是被泼上了一桶又一桶难看的红油漆,再也擦不掉了。 仰起头,没有泪。 突然觉得,呼吸从未像这一刻一般畅快。 我终于明白了。 所谓放下,所谓不爱,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。 那天晚上,我和苏凯提了离婚。 他挣了一下,扯了扯领带,一脸的不耐烦。 你别闹了行不行,是你要死要活不离婚的,现在又要做什么。 他大概以为,我只是在故意找茶吵架。 我抬头看他,安静道,你不想离吗? 他没有说话。 我忍着身体的不适,继续道,你忍心让他一直坐见不得光的小三吗? 这句话,似乎成功激怒了他。 好好,李娅,你愿意,我高兴都来不及。 只是陆叔,他看着我,语气不带一丝温度,你别后悔。 我怎么会后悔? 我后悔的事,已经够多了。 只是很奇怪,我一直以为,苏凯是比我更想逃离这场婚姻的。 可是在几天后,我将离婚协议书交给他签字时,他却迟迟没有落笔。 你真的,想好了吗? 他扔下笔,表情有一丝烦躁。 我点点头。 我和苏凯的财产其实很简单,房子车子都是他的婚前财产,我们有一些积蓄,但不多。 我只要这些积蓄的一半。 他没有理由不签字,可他却足足花了三天才签好字。 一个月后,处理完各种各样的事情,我和他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。 陆书真正到了这一刻,他反而没了之前的剑拔弩张,只是再三和我确认。 你真的想好了吗?离了婚,我们就再不是夫妻了。 你真的想好了吗? 他又问。 我突然觉得他的样子很好笑。 他大概以为我是在欲擒故纵,是在打着离婚的旗号密谋着什么新法子,来影响破坏他和萧静的感情。 所以,对于我突然同意离婚,反而坠坠不安。 可我是真的不爱他了,真的想走。 一刻都不想再留。 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,我就离开了。 那一天,下了好大的雪。 苏凯打电话来,居然说要送我。 不用了,我只有一个箱子,就是三年前来的时候的那个,我一个人拿得了。 可他还是来了。 火车站里,我等着检票,他则默默站在一旁。 他的手机响了很多次都没有接,最后直接关了机。 我想,作为出轨的一方,如今我痛快离婚,他和萧静可以毫无阻碍地在一起,他心中对我,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。 来送我,也许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愧疚感减轻一些吧。 检票时间到了,我推着箱子向前走,他突然拉住了我。 我回头,到了家,告诉我一声吧。 他轻声,我摇摇头,拉开他的手。 苏凯,我们已经离婚了,从此以后,就当从未相识吧。 说吧,我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站在站台上,漫天飞雪中,一切好像都重置了。 三年前,我带着满腔的爱意和孤勇,拎着一个箱子,独自一人来到了这里。 三年后,同样的车站,我扔下了所有的伤痛和不甘,还是独自一人,离开了这里。 这次,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 我到家的时候,是清晨七点。 真正站在家门口,我却犹豫了。 当年不听爸妈的话,任性妄为,如今自己落得如此下场,是我活该。 这样的我,又有什么脸,回来哭诉,回来寻求爸妈的庇护。 此时,门却突然开了。 我妈穿着厚厚的家居服,应该是要去倒垃圾,看到我,灯石愣在原地。 叔,叔叔,妈,我颤着声音。 哎哟,你这孩子,怎么回来没提前说? 我妈一边赶紧将我拉进屋,一边朝里喊,还罢,快出来,叔叔回来了呀。 怎么突然回来了?穿这么薄,你看这手冷的,你门口站多久了? 怎么不敲门啊?我妈接过我手中的箱子,苏凯呢? 怎么没和你一起? 正在此时,我爸也从卧室走了出来。 我再也绷不住了,眼泪刷得流了下来。 爸,妈,我离婚了,我以为知道离婚的事,爸妈会狠狠把我骂一顿。 谁知他们谁都没有说我。 我妈听完事情始末,只是跟着红了眼眶,一边气得发抖,骂苏凯不是个东西,一边安慰我。 宝贝回来了就好,这婚啊离得好,这种狗男人配不上咱们叔叔,你听妈的话,咱以后开开心心的。 好的呀,还在后面呢。 我扑到我妈的怀中,放声大哭。 三年来,无人可说的各种委屈似乎都在这一刻会成江海巨浪,统统得以发泄了出来。 我爸则坐在一旁,一言不发。 也许,他当年极力阻止,就是早料到了今天的结局。 那晚,我睡回了自己的小房间,房间里一切都没有变,墙上还贴着我以前的各类奖状和照片。 我妈说,他和我爸天天打扫。 你爸嘴硬心软,虽然当年赌气说要和你断绝关系,但你的那些奖杯,擦得勤快着呢。 我妈坐在床边和我说,你呀,就是像了他,脾气倔,认死理,所以,他才怕你吃亏啊。 我点点头,眼睛又酸了。 好好睡吧。 我妈摸了摸我的额头。 我闭上眼,我妈关了灯,起身出了门。 哎哟,吓我一跳,门外响起他的声音,你站这里干嘛? 睡着了没? 没呢,快了。 哭了一整天,你也不给他敷敷眼,我爸的声音透过门传了过来,等会儿他睡着了,拿鸡蛋给他滚滚眼睛,要不明天疼。 我翻了个身,眼泪又滚了下来。 那一晚,我睡了许久以来,最好的一觉。 第二天,我剪掉了自己齐腰的长发,将发染成了深棕色,烫了个梨花头。 理发店员直呼,这么好的头发,扔了挺可惜,问我要不要拿去卖。 我摇摇头,让他直接扔了就好。 以前留长发,是因为苏凯喜欢。 他总是说我黑长直的模样最好看,让我不要剪,也不要染。 而现在,我只想取悦自己,重新开始。 我的专业,是小学英语教师,但询问了本地的几个学校,都暂时没有空缺,也没有招聘计划。 好在隔壁的一个姐姐要出国,而她目前供职的公司急缺一个英文文书,她便推荐了我去。 于是,我便先在这家公司入职了。 这是一家民营企业,做外贸生意,在全国有不少分公司,我所在的,也是其中一个分公司。 公司氛围很好,周围同事也很有善,公司定期会举办员工文娱活动,并且定点帮扶了一个附近的山区小学,这些,都是我感兴趣且擅长的。 三个月来,我在这家公司,本事过得很开心。 谁知老总经理因为突发疾病住了院,出院后因为身体情况退了,公司又新招了一个总经理。 我从未想过,这么快就会和苏凯再见面。 而且,他还是我新公司的总经理。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问题,叫做在于渣男前任,还成了自己的上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,也许最适合现在的我做大。 可是潇洒辞职或是快意报复的桥段,终归只是在小说中才会有。 爸妈如今都已退休,我不可能再任性辞职,让他们来养我,而我除了教师,再无其他工作经验,再找工作的不确定性也高。 起码当下,我是需要这份工作的。 其实对于苏凯来这里工作,我除了有些意外,倒也没什么别的感受。 毕竟我这个岗位和总经理接触的机会几乎为零,这么大的公司甚至平日里碰都碰不到。 所以,我依旧平静地上班。 我妈由于担心我会沉浸在之前婚姻的伤痛里,这几个月一直积极地帮我张罗相亲。 我为了让她安心,便都去了。 只是她网撒得太广,有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奇葩。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,倒也给生活带来了一些乐趣。 这天吃午饭时,我和同事于乐在食堂聊天,他问我最近相亲怎么样。 我叹了口气,笑道,昨天见了一个,知道我以前是英语教师,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? 什么?他说,想考个在职研究生,问我能不能给他免费辅导下英语。 噗,于乐一个没忍住,饮料直接喷了出来,正好一行人从桌旁经过,其中一人顿了顿脚。 这都什么人哪哈哈哈哈哈哈,于乐笑完又感慨,不过啊,连陆叔你这样的都离婚了。 我真不明白你那前夫怎么想的,现在的男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做老婆呀? 天仙吗?我笑笑,喝了口汤,萝卜青菜,各有所爱吧。 我懂,于乐嘖嘖两声,白米吃过了,就想吃糟糠,他突然尽了声。 我不明所以地看向他,结果他已经紧张地站了起来。 苏总好,我顺着他的视线看上去,四目相对,他的神色,有些惊讶,也有些复杂。 估计也是没料到会在这里遇到我。 于乐拼命用手拽我,这么多人看着,我便也站了起来。 你好,苏总。 他愣了下,旁边一群人也都跟着打起了招呼。 周围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,想在上司面前刷存在感的大有人在,我拉了拉娱乐,两人端着餐盘,从另一侧走了。 那之后,我没有在公司里再遇到苏凯。 几天后是公司的半年会,除了总结表彰,每个部门还要准备节目。 部门早就安排好,让我和另一个有舞蹈功底的男同事表演双人舞。 时间紧张,我又许久不跳,男同事比我功底好,于是早早便定了,将我以前大学参赛时的一支舞改成了双人舞来表演。 我妈还不知道苏凯现在是我公司老总,听到我要表演跳舞,也兴冲冲地找出来了当年的参赛服。 那是一件波光淋淋的蓝色舞裙。 我试了试,还能穿。 我姑娘真美,就像天仙下凡。 我妈感慨。 表演那天,站在舞台上,我其实挺开心。 大学毕业,嫁给苏凯后,不过上班下班,柴米油盐。 我几乎没再跳舞,也挺久没有站在聚光灯下了。 这支舞跳得酣畅淋漓,和男同事配合得也很好,很是尽兴。 下台后,我俩边走边回顾着舞台上的默契,聊得很开心。 直到有人喊了一声苏总。 我转过头,苏凯就站在后台入口,看向我这边。 不知为何,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,居然感觉有些形单影之。 而他眸中的神色,太暗了,我看不清楚,也不感兴趣。 我转身,从另一个门走了出去。 半年会后,我在公司内部小伙了一把。 甚至有几个隔壁部门的热心大姐,来问我有没有男朋友。 我诚实地和他们说,我是黎毅。 大姐表示惊讶之余,更是握着拳头,说一定帮我找个好男人。 我笑了笑,表示感谢。 同时,我还收到一个好消息。 市里开发区要新开一所实验小学,已经将教师招聘启示挂了出来。 一周后,公司又安排了一次去山区小学的慰问活动。 我刚来时参加过一期,同事知道我有教师经验,便这次还推荐我去。 只是我没料到,苏凯居然也来了。 学校的孩子们还记得我,一个个陆老师陆老师叫个不停。 我很开心,给他们发了零食,上了英语课,带着他们玩老鹰捉小鸡,我做鸡妈妈。 一个男同事做老鹰,出了满头的汗。 正累得不行,想要喝水时,一直在与校长交谈的苏凯,突然走了过来。 累了吧,我替你一会儿。 他对那个男同事说。 男同事受宠若惊,目目地点了点头。 四目相对,我转过头,对后面的小姑娘说,你想做鸡妈妈吗? 小姑娘眼睛放光地喊响。 陆老师去喝点水,这些宝宝就交给你了,要保护好他们哟。 说吧,我就笑着对孩子们挥了挥手,去了教室。 教室里没有人,我坐下来,小腹处隐隐有些作痛。 算算日子,好像确实是这几天。 那次流产之后,我几乎没有休息地和苏凯办理离婚的各种手续,没做所谓的小月子,多少还是落下点腰痛腹痛的毛病。 最近练舞有些劳累,前一晚熬夜准备了实验小学的面试材料,刚才又蹦跳了一番,所以这次疼得有些厉害。 我没带止疼药,自知这个情况肯定是坚持不到下午了。 于是给刚才做老鹰的男同事发了个信息,说我不太舒服,问他能不能帮忙开车提前送我回去。 同事人很好,很快过来,开车将我送回了市区医院。 结果病都感应起了,医生诊断还有急性肠炎,需要输液。 我不得已给我妈打了个电话,让她带着我这几个月的病历本,过来医院一趟。 爸妈很快就来了,忙着给我各种交费拿药,我躺在病床上,闭着眼输液。 输液是挺嘈杂的,不知过了多久,我睁开眼,却看到一个人站在我的病床前。 是苏凯。你,小郑说,你在这个医院,我有些担心,所以,过来,小郑是送我过来的那个同事。 没这个必要吧,我诞生,苏总。 苏凯手中拿着一张病历纸,脸色苍白得很,好像她才是个病人。 刚才,你睡着的时候,病历被人碰到了地上,洒了。 我,我捡起来,她走近,红着眼眶,手死死抓着病历纸。 颤着声音,我们,有过一个孩子吗? 那张病历是我上月来开调理药物时写的,上面登记了既往病史。 10月26号,她艰难张口,你和我提离婚,是因为那天,孩子没了吗? 她的手在抖,我伸手接过了那张病历。 若是以前的我,或许会满腹委屈怨恨,和她不停哭诉这个孩子的失去。 可现在,我对她早已无话可说。 不是。 我的内心,平静地宛如没有一丝波澜的湖水。 是因为不爱了。 苏凯,我直视她的眼睛,重复道,是因为我不爱你了。 正在此时,爸妈进来了。 看到苏凯,两人均愣在原地。 苏凯也愣住了,她张了张口,居然叫了一声,爸,妈。 我妈正了一瞬,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。 你个王八蛋,有什么资格叫我们爸妈? 我妈眼泪瞬间流了出来,我们姑娘好端端地交到你手上,你是怎么对她的? 啊,你还有脸出现在这里? 她冲上前就要打苏凯,你给我滚。 立刻就滚。 孩子妈。 我爸一下子拉住了她。 孩子爸。 我妈回头,怒气冲冲,你拦我做什么? 我爸冲他摇摇头,这这么多病人呢,你先去陪着叔叔。 说爸,他看向苏凯,沉声说。 你,和我出来。 我爸和苏凯出去没多一会儿,就听到门外有人喊,哎呀,出事了,出事了。 我吓坏了,连忙让我妈出去看看。 我妈去了一阵子没回来,倒是隔壁床的家属进来了。 哎呦喂,你们可不知道,刚才门口打起来了。 我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,只听那人继续道,那大爷有快六十了吧。 愣是把一个年轻人打得趴地上起不来,差点医院都报警了,结果那年轻人还说不用。 在他会声会色的描述中,我知道了我爸都说了什么。 我爸边打边说,你没有资格叫我们爸妈。 我姑娘是我从小捧在掌心里养大的,我从来没舍得让她受过一丝一毫的委屈。 我这么好的姑娘,是让你来遭见的吗?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一次。 正在此时,我妈扶着我爸回来了。 咋这么冲动? 我妈给我爸顺着气,多大的人了,又有高血压,万一力气使大了,把自己闪着了。 她欺负我闺女,我没打死她就是好的。 她走过来,坐在我床边。 爸,我红着眼,叫了一声。 我爸点点头,拉起我的手。 安静伴上,她对我说,姑娘,你要知道,不论什么时候,爸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 那份工作,不想做就辞了。 爸妈有退休工资,有存款,就算你一直不结婚不工作,爸妈也养得起你。 有爸妈在,你永远谁都不用怕。 就算天王老子来,爸也会帮你顶着。 我的泪终于涌了出来,我扑到我爸怀里,放声大哭。 我爸平时不爱说话,也很倔强,我过去叛逆任性时,常常与他吵架。 可他,却是全天下,最爱我的男人。 出医院后,我在家中休养了两周,苏凯又来了两次。 当然,连门都没能进得了。 几天后,公司工会送来了很多补品,我知道,这是苏凯的意思。 也许,他后知后觉,想要弥补那个未能出生的孩子吧。 上班前一天,我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。 陆叔你要不要脸,离婚了还想着办法纠缠前夫。 后面,则是一大串不堪入目的骂语。 这个号码,我还挺熟悉的。 爸妈在厅里喊我去喝乌鸡汤,我删掉了短信,反手将这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 第二天上班,我才知道,萧静也来了这里。 原来苏总居然结婚了,茶水间里,娱乐偷偷和我八卦,上周苏太太突然来了公司,还给每个部门送了水果。 她压低声音,感觉就是宣誓主权来了。 昨天秘书处那边,还有人听到两人在总经理办公室关上门吵架,说听到女的一直在说你为什么还要关心她什么的。 我还听说啊,这个苏太太,本来就是小三上尉,她吃着瓜子,继续道,苏总原来结过婚,她和苏总一个公司,小三上尉,原配还去公司闹过,听说当时闹得可大,公司都开了她。 结果还是段位高啊,原配各种挽留,苏总还是离婚了,听说也是前不久才和她结的。 好像苏总离开原公司,也是因为和她结婚后周围飞一声太多,所以才换了公司。 结果刚巧咱们老总经理病了,就被外派到咱分公司了。 她嘖嘖两声,果然,男人都是喜欢坏女人。 我笑笑,没说话。 下班后,我没直接回家,隔壁部门大姐帮我安排了个相亲,对方来公司楼下找我。 是个大学中文系老师,姓杜,叫杜瑶。 结果我才到停车场,就突然被人拉住了胳膊。 回头,是苏凯,她气喘吁吁,看着我,目录关切,你回来上班了,身体都好了。 我愣了下,还没来得及打,就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刺耳的女声,紧接着,苏凯拉着我的手,就被一个大力扯走了。 这不是陆叔吗? 萧静笑盈盈地挽着苏凯的胳膊,好久不见。 苏凯脸色僵硬,表情不大好看,听说前一阵子病了,她话中带着浓浓的讽刺,怎么? 以前的法子不好用,离婚后开始扮柔弱了。 萧静,苏凯沉生,你在说什么? 陆叔现在是我公司的员工。 员工? 萧静一下子笑了起来,那可真是巧,我还是你以前公司的员工呢。 你公司现在这么多员工,就她体弱,就她戏多。 你忘了她以前是怎么想各种恶心办法阻碍我们在一起了。 她就是想方设法重新吸引你的注意力,萧静。 我冷冷地打断她,麻烦注意你的言辞。 我和苏凯已经离婚了,和你们没有一点关系。 我并不想见到你们,也请你们不要来招惹我。 我走进一步,你如果非要招惹我,我不介意像以前一样,把你们做过的事让这里所有人知道。 你知道的吧,我是做得出来的。 萧静呆愣了一瞬,似乎觉得不可思议,拔高了声音。 你有没有搞错啊? 我才是苏凯现在的法定妻子。 你有什么资格? 我以前是她法定妻子的时候,你不也没皮没脸地贴上来了吗? 我冷笑一下,怎么,如今位子换了,忘记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了。 我走进,是你和我说的吧,没本事的女人,才靠婚姻拴住男人。 萧静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。 抱歉,请问你们找陆叔,有什么事吗?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好听的男生。 我转头,是我的相亲对象杜瑶。 不知为何,苏凯的脸色陡然变了。 是杜老师吧? 我问,她点点头,对,还有事要处理吗? 要帮忙吗? 我摇摇头,笑道,没有了,咱们走吧。 身后的萧静似乎还要上来说什么,但是被苏凯拉住了。 我没在理那两人,也没再看他们的表情,静止上了杜瑶的车。 经过刚才的狗血事件,我对这次相亲,其实已经不抱什么念想了。 虽然杜瑶是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的人,也算是近来相亲对象里品质最不错的。 但是看到刚才那一幕,我想任何一个男人都会介怀。 这种事情,本就是随缘。 想到此,我由衷抱歉,今天让你看笑话了。 谁知她倒是不以为意,对我笑了笑。 其实,介绍人说你的情况时,我那时确实好奇过,你这样的条件,为什么会离婚? 甚至还胡乱猜测过。 但是看到刚才那些,我倒是觉得不奇怪了。 那种婚姻,不离留着过年吗? 她一席话,说得坦诚又幽默,瞬间将我的尴尬都化解为了无形。 我其实,也许还没做好准备,敞开心扉,进入另一段感情。 我实话实说,正常。 她说道,但还是要对生活有信心,毕竟,天底下好男人还是有的。 比如,杜芙,哈,她笑了笑,还有,杜菲。 我笑了,这什么鬼? 气氛变得轻松起来,我顺着她的话打去道,所以,姓杜的,都是好男人咯。 嗯,她停好车,转头,眼睛亮晶晶,我也姓杜。 事实证明,和中文系的老师吃饭,还是蛮有意思的。 她可以随时引经据点,把一些枯燥的事情讲得有趣。 而接下来的一个月,我在公司,也听到了不少苏凯和肖静的留言。 其中听到最多的,就是肖静天天来公司接苏凯下班的事。 盯得可真是太紧了。 不过倒也可以理解,自己就是公司内部小三上尉,好不容易转正了, 当然要捍卫主权咯。 那天,苏总不过是和秘书一起下班,结果秘书差点被那位用眼神杀死。 哗,那姑娘,我记得有男朋友啊。 误会吧。 可不是吗? 听说俩人后来又吵起来了。 我默默地听着,突然觉得有些好笑。 那时我爱着苏凯,死活不愿离婚时,他们二人同仇敌忾,爱得要死要活。 将我视作真爱路上的绊脚石。 因为我的阻碍,他们越挫越勇,甚至不惜违背道德伦理,也要在一起。 可当我耗尽爱与执着,真正退出了,爱得如此热烈的两人,居然又走回了我当年的老路。 那个对爱情自信满满的宵敬,也变成了如今的难看模样。 也不知,这是不是他们当时想要的生活。 苏凯以工会的名义,定期给我送了几个月的各种补品。 这件事,终于也传到了萧静的耳朵里。 一天晚上,我加班整理材料,下班时刚好和苏凯在公司门口遇见。 他似是犹豫了下,还是走了过来。 最近还好吗? 我沉默了下,道,你可以和工会说,不要再送不品过来了。 是我个人送的。 他说,怕你不收,才说是工会。 我叹了口气。 苏凯,你又是何必? 我只是想,我想补偿,如果你真的对我和那个孩子有一丝愧疚,就请再也不要打扰我的生活了。 他愣在原地。 人啊,真的是很奇怪。 明明当年爱上别人的是他,一直要离婚的也是他,如今却又对我这个前妻,没完没了地补偿起来。 灯灯灯的高跟鞋声传来,不用看,都知道是谁。 陆书 萧静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,冲上前,你能不能要点脸? 你孩子留了怎么了? 这都多久以前的事了。 你孩子留了活该,你当时要是早点答应离婚,你根本就不会怀孕。 婚都离了,还拿孩子的事故意招惹苏凯,让他愧疚,玩玉琴故纵,是吧? 你以为你的坏心思苏凯看不出来,我还看不出来吗? 你怎么这么恶毒呢? 说着,他抬手就要打过来。 我本能去挡,结果有人比我快一步。 住手。 杜瑶抓着他的手,冷声道。 怕,我反手一巴掌,直接扇在了萧静的脸上。 萧静愣在了原地,杜瑶也愣了。 你打我。 他捂着脸,愣愣道,你打我。 你,凭什么打我? 没什么,我诞生说,觉得想打,就打了,以前又不是没打过。 萧静风度全无,张牙舞爪地就要扑过来。 苏凯一下子拉住了他。 他转头,歇斯底里,你拉我做什么? 你够了。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啊,苏凯。 是他打我。 他哭着喊,你怎么能让他打我? 你怎么能让他欺负我? 到底谁才是你老婆? 我静静地看着苏凯将大吵大闹的他拖拽走,只觉得很唏嘘。 他现在的模样,可比当时我的模样,要颇负得多了。 转过头,我看向杜瑶,心到不知道刚才我那一巴掌,有没有吓到他。 不好意思,每次都让你看到如此难堪的一幕。 谁知他摇了摇头,默默伸了个大拇指出来。 我觉得,他一脸崇拜。 很威武。 那晚的事,多少还是传了出去。 同事开始看着我窃窃私语,甚至连娱乐都来问我,是不是和苏总以前认识。 我想了想,还是什么都没说。 毕竟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 后面的日子,平静了许多。 实验小学的教师录取通知下来的时候,我写了辞职申请,递给了公司。 苏凯的电话很快打到了我的座机。 我第一次去了他的办公室。 苏凯手中握着我的辞职申请,低着头轻声说,如果是因为宵静,你放心,他不会再来找你麻烦,你不用辞职。 我摇头,和他没关系。 如果是因为我,他抬头,叔叔,我以前做了伤害你的事,我最近其实想了很多。 我只是想弥补,我叹了口气。 苏凯,离婚的时候,我可能有些话没有说清楚。 他愣了下,没关系,我在此,认认真真,再和你说一遍。 我们的感情历程中,我一直是为了我们放弃所有的那一方,你没有放弃过,得来得太容易,所以不珍惜,很正常。 而我为了你,到底放弃了什么,你也根本就不知道,也不会懂。 你有没有想过,我嫁给你,在陌生的城市,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,我为了你而来,能倚靠的,也只有你。 你说的一辈子,我当真了,以为是永远,所以你违背誓言时,我才会那么不能接受,那般疯狂地去挽回。 可你却为了和萧静在一起,想尽办法推开我。 在这场三个人的长久拉锯中,我早就耗尽了对你的所有爱和执着了。 我至今也没办法祝福你们,也不需要你的愧疚和歉意,我只希望和你们永远不见,也希望你们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了。 我说完后,苏凯低脸着眼,沉默了很久。 最后,他抬起头,眼睛泛着一圈红。 他说,我知道了。 离开公司后,我去了实验小学入职。 我又重新站上了讲台,从事着自己喜欢的教育事业,每天都过得很充实。 我和杜瑶以朋友的形式先相处着,两人聊着聊着,居然发现原来他爸和我爸,退休前曾有一段时间是同事。 娱乐时不时会和我联系。 据他说,我走之后,苏凯在公司又做了半年,便调回总公司了。 而我最后一次见到苏凯和肖静,是在海南。 放寒假时,我打算带父母去海南休假,正巧杜瑶和父母也每年都去,便商量了一起走,正好可以去那边凑一桌麻将。 也许有些冤架就是陆窄,我在海滩边戴着大草帽买小贝壳饰品时,居然又看到了苏凯和肖静。 两人应该也是出来玩的,但脸色却都不怎么好看。 所以,你为什么要加他的微信?苏凯语气无奈,肖静,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?我要给他付款,加一个微信不行吗?你根本就不想陪我出来玩是不是?你想甩了我是不是? 肖静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,你想像当年甩掉陆书那样,甩掉我是不是? 伴赏,苏凯才说话,陆书不是你这样的。我这样的?我哪样的? 肖静的声音已经激进歇斯底里,我告诉你苏凯,你想要找小三和我离婚,门都没有,我没有继续往下听,因为杜瑶来叫我了。 四个老人喝椰汁上瘾了,他笑笑,叫你过去呢?不远处,蓝天白云下,我妈正戴着大墨镜,向我高兴地不停挥手。 叔叔,你爸爸给你开了个大椰子,快过来喝。我笑笑,也使劲向他们挥了挥手。来了,玩。